哇 會不會太浮誇 我可以在這裡練舞 來吧 山頂的朋友 地海的朋友 一起舉個雙手 天啊 好浮誇 其實台中有很多很有名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汽車旅館 你知道嗎 台中 我聽我朋友說 真的是全台灣 汽車旅館非常有名的 所以 今晚我們來約一約了 好嗎 我今晚就預約了一個 汽車旅館 那我就是要開箱一下 到底汽車旅館是什麼 那麼厲害的東東 到底在台中 可以誇張到什麼程度 來啊 追我Tom Alice Axandra 還有誰 Sam 出發了我們 出發 出發 通常就是開車 然後在這個入口就進去 嘩 你們看看 走進去之後 汽車旅館就是這樣的概念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車庫 你看 然後走上去那個洞 好像整個單位 明白嗎 整個單位都是你的 我是666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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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寮寮寮 你看人家後面 就有車這樣進去 然後我會走進來 其實整件事很奇怪 我會走進來 OK 不要緊 好氣再後頭 我就Let's go上樓了 Yeah Oh wow 進來這裡就好像自己的房間 沒有了 我開門了 打開嗎 什麼了 太誇張了吧 我要哪個開始了 我要哪個開始了 我給你看一下 Oh my God 各位你們看 這個是一個吧桌 完全 我這邊好像明明 就像那些酒吧 整個吧桌 位置在這裡 會不會太浮誇了 跟著人家在那裡 超大超大的KTV 你們不要太浮誇了好不好 這裡可以坐三十幾個人 喂 喂 跳舞了 是嗎 哈哈 為什麼 這裡呢 這裡是一個廁所 一個客廁 然後我們進去 房間可以 我可以在這裡練舞 我可以在這裡打關斗 我可以在這裡吵破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房間 哇 哇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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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牌超窮 你好 這裡 我的天 哇 很浮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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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看著電視機按摩浴缸 還有對面 對面這個 我自己的陽台 如果日頭昂貴 應該會更加漂亮的 哇 這裡誇張了 我從馬桶 帶著馬桶在這裡 看看他有什麼準備 哇 很貼心 紙底底也有準備的 不是紙底底 是浴帽 是浴帽 牙膏 剃刀 洗臉魚 發夾也有 然後這邊 就是毛巾區 然後這裡 這裡 不是被人打卡嗎 反正這個位置打卡 漂亮得爆 待會我們先放水看看 這邊是很大的床 然後還有梳靶位 再來 它有提供四支水 然後有些餅 咖啡 茶 然後它還可以選擇早餐 但是就是那些很簡單的早餐 雪櫃在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雪櫃 哇 好爽 而且這裡是舒服的 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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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 這次來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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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我自己覺得呢 汽車旅館有個最棒 真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一個KTV的環 你們看 這KTV 大家都不得了 這裡有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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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平常我們可能就是要去KTV 然後去包廂 其實那個包廂 可能也不到那麼的大 是誇張的大 但是這裡有個私人KTV的一個包廂 感覺 而且是非常free 所以我覺得汽車旅館有這個KTV的設計 其實真的很棒 同時也想跟大家說 其實汽車旅館是不要想到只有情侶會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大群朋友都會來汽車旅館玩 因為很多汽車旅館已經設計到很多新東西 譬如這些設施 很多設備 可以讓大家在裡面玩 一般朋友 所以有很多人在那些什麼 生日派對 畢業派對 然後找個地方去 其實都會選擇汽車旅館的 有夠大 有夠多東西 玩 所以這個唱歌真的很棒 這個KTV真的很棒 我覺得最震撼真的是這個客廳的KTV 跟這個酒吧的位置 這裡是給人家演劇的 是不是 不寂寞到夜深 麻煩給我一杯雜果斌子 更厲害 雜果斌子 但本身難以 喊你喊得別麻煩 不准你無債 來給大家看看最經典的MV 是草原 是草原 沒錯 還要是水晶音樂的背景 幸好有些廣東歌可以唱 是我的年代偶像Twitter 以前中學的年代 即使有天開歌唱 誰又要唱 他不可到現場 謝謝你們太美演唱會了 我們之後再見了 再見了各位 這個出獄的鏡頭真是讓人害羞 這是一個按摩的浴缸 這時候很舒服 我不知道多不多觀眾 特別是香港觀眾 如果有來台灣玩過 有沒有試過住 這個汽車旅館 我自己印象中 其實我在台北那時候 有朋友搞沙拉派對 所以就去過一次汽車旅館 然後呢 比這邊小一半 真的小一半有多 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 KTV的包廂 可能是小房 旁邊就是房 還有就是洗澡的地方 但是洗澡的地方 也沒有那麼大 只有浴缸 你也知道台北的地 是比台中貴幾多 所以空間也相對小很多 所以我這次來到台中 我嚇死了 一個是超級大 然後這邊的KTV位 也是好像三倍大 比起我當時在台北去那次 最美最美的浴缸位 還有我外面的客房位 客房位其實都很空 大家可以在這裡跑來跑去 真的可以 我剛才跳到一首歌 喘了 再來的特色 就是我知道台中 有些酒店 還有很多主題 不同主題 好像黃宮 城堡 這裡還有常華梯 總之是五花八門 我希望下次可以再開玩一些 更加打開懶解的房間 讓大家一起看看 這間我已經覺得打開懶解了 可能台灣的朋友 已經有很多觀眾覺得 我們有更厲害的 對對對 但對於我來說 我之前都沒有去過更厲害的 這真的是我有史以來去過最厲害的 而我這間瓜 我都會把他的資訊 放在下面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多少錢 可以去看看其他房型 其實也挺不錯的 所以也提供給大家 如果之後過來台灣玩過 也有多一個選擇 汽車旅館是一個挺不錯的體驗 就算你沒有開車也好 我自己覺得 好像我這樣 走進來 雖然好像很想這樣做 我不知道多不多 我通常都會見別人開車進來 但不要緊 很多人不要開車的 不是走進來 所以要不要開車 為什麼不? 為什麼? 為什麼?